分享他在北极圈的一些可惠的经历 谢谢 各位下午好 非常感谢大家在星期天 能够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分享 关于北极的故事 按照这个主持人的要求 我需要站在讲台那里讲 这个不太舒服 但是我会舒服一点 谢谢各位 这个说到北极 大家会有很多固定的印象 比如说冰天雪地 但是从去年大家听到了很多信息比较可怕 就是北极也有三十多度的气温 甚至有人觉得世界末日到了 那么事情是不是这么严重 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图表 可能影响我们心情的主要是这个图表 大家看到从 191880年到2016年 这一百多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当中 这个温度始终是自下而上的这样前行 这个你会觉得 我们好像没有希望了 就是在往火炎里的走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看到了 就是45万年的这个图表的时候 可能你会有新的感觉 我们刚才那个图表 我们刚才那个图表 其实就是这么点的 也就是说呢 在前面的45 40多万点当中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蓝色的 就是说是在冰气 上面黄色的就是所谓煎冰气 黄色的是热的 蓝色的是冷的 就没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呢是在这里 这里既不是最热的 也不是最冷的 总之说我们现在活在 地球上有温度记录的这个历史上 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时期 那么我们感觉冷 感觉热 只是一两度的变化 我们就有很强的感受 可是在这个地球来看 我们的变化很小很小 如果大家觉得现在这点不满意 那么你只能再量下去 量下去就是冰气 冰气呢 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看看事实上 我们这个地球呢 长期以来的温度 包括北极 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可怕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北极 大家会说 北极怎么会这样做 这就是北极 而且是北极圈里面的 北北67度 挪威的一个小岛上 这里面的温度呢 当时的温度是在零上的18度左右 有点江南水乡的感觉 这个时间 大家看到是2009年拍的 那时候还没有说 气候发生多大的变化 你就会已经在北极感受到 什么叫舒适 什么叫温暖 那么大家说 我认识到的北极不是这样 你的北极怎么这样 可能大家在高中的时候 学过大家忘了 这个海洋当中 有一种东西叫洋流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洋流 是大西洋的洋流 是从热带向寒带这样流 就是说从南向北流 那么它带来的是 它现在带来的都是来自赤道的热水 现在这个热水呢 带上来之后 也就带来了热的空气 所以在欧洲的这一带 是温暖的 包括这个地方是北极圈的 北极圈往上 也有用于这个洋流带来的热水 所以这一带非常温暖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图 这个图 就是在这里 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个是北极圈 进了北极圈之后 这里还是很温暖 原因就是洋流 带来的这个温暖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个洋流是从北冰洋下来的 这就不同了 格陵兰岛的这个东侧 几乎就是非常非常冷 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北极 这就是同一时期的两张照片 这个在格陵兰岛 那个就在欧洲 所以说我们说地球很大 其实我们对北极的理解 也有很大局限性 我们多数停留在这个 现在这个场面当中 而忽视了它还有另一面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 北极出现了33度的高温 今年怎么样不知道 今年好像还没出现 这个高温的出现 就是在挪威的沿海 所以一点都不奇怪 大家不必被这个现象吓着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生存的这一段时段 很短很短 对我们来说很长很长 我们人生几十年 最多上百年 可是在这个地球来说 太短太短 那么给你这点时间 你把它活好 不要想着回到冰河期去 那么我们也应该感谢有冰河期 如果没有冰河期 我今天的话题就没有了 由于有冰河期 所以呢 在亚洲和美洲之间 原来我们现在叫白令海峡的地方 那个时候才出现了叫白令路桥 这个白令路桥 就是当冰动到一定程度之后 不仅冰面接上了 陆地也升起来 于是形成了一个 北美和欧洲和亚洲相连的 这么一块地方 那个时候正好是天冷嘛 于是亚洲的有一批人 他们呢 没办法生存 他们就开始找新的牧场 找新的牧场的过程中 无意中就从白令路桥进到了北美 这批人 在这个冰天许地当中啊 往前走 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们 好了 OK 可能你的精度太高了 是吧 那么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另一伙人 比他们早早还要来到北美的这伙人 就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觉得呢 这些人呢 占了他们的这个土地 所以他们就发生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 印第安人把他们碾到了 北极圈里面 冰天雪地 印第安人觉得他们完蛋了 他们肯定要死在里面 所以呢 就停止了追击 那么这伙人呢 就从亚洲过来的这批人 退到北极圈里头 在印第安人以为他们都死了的情况下 他们顽强地活到了今天 这批人 我们知道他们 叫艾斯基摩人 但是他们不喜欢这个名字 他们觉得 这对他们是一种侮辱 所以现在大家都叫他们 伊纽特人 艾斯基摩人是什么呢 就是这艾斯基摩在 印第安语里面 是吃生肉的人 后面我们要讲这个话题 那么伊纽特人是什么意思呢 在伊纽特语里面 这个innovate就是人的意思 说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 不要用吃生肉的人来贬低我们 我们是吃生肉 但是我们不仅仅是吃生肉的人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 我们是有尊严的 于是就有了我们下面的这些话题 同样和他们一样 来自亚洲的有一批人呢 他们没有过到北美 他们留在了亚洲 来到了现在俄罗斯的 亚马尔半岛这个地方 这批人呢 就是我 大家刚才讲到那张照片 我那张照片所拍的主题 是涅涅词人 那么涅涅词人呢 主要和训录在一起 他们和训录的 我们知道是涅涅词人 放牧训录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和训录有一个约定 有一个契约 当然是传说了 这个传说 说他们有什么样的约定呢 就是人和训录 要互相关照 训录呢 负责给人提供 人生存的一切 一切 一会儿大家看 这一切包括什么 那么人呢 要负责 训录的安全 要陪同他们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人和训录之约 那么按照这个约定呢 尼尼茨人和训录呢 就生死与共 生死相依 他们每年要沿着这个 亚马尔半岛呢 向北迁徙 夏天到北边 冬天又下到南边 每年要走一千多公里 年年 就是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周而复始 从不懈怠 于是这叫做迁徙 年度性迁徙 目的是 到夏天到南边 到北边去找吃的 冬天的时候 北边没有了 到南 他就南下 在南边找吃的 要让路 让路有活路 这是人的履约 要知道 这个一千多公里 对人来说 是很艰难的一件事 但是人类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念念词人 没有违约 那么看看 训录做了什么呢 大家看 明年词人 穿的衣服 都是皮的 这个皮呢 就是迅度皮 这个迅度皮 做的衣服 是非常非常暖和的 暖和到什么程度呢 零下五十度的时候 穿上这个衣服 可以在外面睡觉 我曾经穿过 特别特别沉 好 大家看到了 这就是我的主题 他们吃生路肉 这不是这张照片 另一张照片 但这张照片 你可以看到 他们吃路肉 喝路血 这是路给他们的 第二件帮助 第一件帮助 是穿 第二件帮助 是吃 第三件 是住 住的这个帐篷 又叫 穿 俄文叫穿 有人把它翻译成穷 像苍穷一样 这个帐篷 就是用这些杆子 搭起来的 那么它杆子外面的 就是路皮 就是他们住的是 路皮搭的帐篷 然后他们坐的车 不是车 就是一种爬里 一种雪窍 就是路拉的雪窍 所以说 衣食住行 都是由路来提供 宁宁词人和路的关系 已经是不可分离 路中有我 我中有路 那么这样的状态 持续了几千年 到了上个世纪的时候 发生了变化 大家知道 苏联 前苏联曾经实行集体农装制 那么这个集体农装 就是要需要 宁宁词人 也到集体农装里来 就是要住在 一个定居点里 他们原来的生存 大家都知道 刚才我讲过了 是跟着路走 现在不跟着路走了 让你住在村子里面 改变了他们的生存 他们的生存方式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觉得挺高兴 我不用辛苦了 很好啊 但是慢慢的 他们才发现 这不是他们要的生活 他们说 有一个人跟我讲过 我在 太原上的时候 我像鸟一样 我愿意飞就飞了 不愿意飞 我就落下来 可是在这个村子里 就不行 我要按照这里的 生活规律来做事 我不适应 很多人呢 人在逃营 心在汗 在村子里 每天他们都遥望着 他远方的这个太原 后来呢 就有人陆陆续续 返回了太原 这件事今天说起来 好像是一种生活的选择 当年可不仅仅如此 当年苏联的统治下 你是没有资格 没有权利选择生活的 但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于是他们就陆陆续续 回到了太原 这个在太原里啊 他们逐渐的一个一个的去 然后一个一个的发展 带着他的路 让路不断的在繁殖 现在呢 太原上已经有四千多个 宁的次人 又返回了太原的 有四千多人 有三十多万头 迅路 说一句不太中听的话 由于俄罗斯的能力 国力在减弱 所以他们没有去追杀这批 这个尼尼茨人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些人呢 活到了今天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 等于留下了一个 游牧时代的标本 所以我非常想找他们 但是我找了十年 没有找到 大家知道 我去了二十多次北极 我每次去呢 都是要自己联系 我会发email 找到这个地点之后 从网上找 找之后发email 问他我怎么去啊 我住在哪啊 有什么办法啊 能不能我不要钱啊 等等啊 我会提出很多物理要求 但是多半都会有人回答我 可是我给俄罗斯 发了上百封信 一封信也没回我 为什么 其实可以理解 第一 他不是英语国家 他偶尔有个英文网站 也基本不达理 就是让你看的 所以你发信 他们也看不懂 也没人理你 这第一 第二 就是有人想理你 他也找不着这些人 所以我不断地发信 不断地这个被 被退回来 最后呢 结果只有over 这样过了很多年 这当中呢 也偶尔会有一些 这个亮光啊 让我心中能一亮 我还有 有点意志能坚持下去 比如说 这个 一二年的时候 我到了这个 挪威的一个小镇 不用挑 这个 我到这里之后呢 本来是 这里面是 萨米人 就是欧洲的 这个北极原住民 萨米人居住的地方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又因为这个地方保存了 完整地保存了 萨米人的生存方式 所以他经常开一些国际会议 那次我就撞上了一个国际会议 就叫做世界新闻大会 这里有三个人 都是涅涅斯人 涅涅斯的记者 我拍到了他们 当时我非常兴奋 我说我终于见到涅涅斯人了 但是毕竟没有满足我的愿望 因为我希望拍到的他们 是在胎原上的他们 而不是办公室里面的 会场里面的 所以到了14年的时候 俄罗斯 驻华使馆呢 给我办了个展览 他们请我去办展览 于是就会答应我很多条件 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放心 我帮你找到涅涅斯人 一定会找到 答应我的人呢 是一个文化参赞 是一个外交官 于是我当时很兴奋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我找到 结果呢 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人帮我找到 后来我想了一下 等于如果有人说 你帮我找一个 中国的某一个民族 我们不熟悉的民族 我可能也会很困难 比如说贺泽人 贺泽人就在黑龙江 你让我帮他找到 怎么去 可能我要费一些力气 当然我费力气会找到的 我相信 这个作为一个文化参赞 他也会找到 可能是我展览也办了 反正也拉倒 后来 15年的10月 非常巧 那年是我去北极 10年 外交部呢 在中国的外交部 在冰岛呢 办了一个展览 就叫中国与北极 主要是我的作品 那么在这个展览上呢 这个外交部副部长啊 他去主持这个展览 他主持完之后 我陪他看 他也说 你还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就想去俄罗斯 这个时候 他说你来来我帮你见个人 介绍了一位人 这个人呢 就是中石油 中石油的一个代表 他为什么参加了呢 因为这个中石油啊 在俄罗斯 有一个合作项目 这个合作项目就在亚马尔半岛 那里就是念念斯人生活的地方 现在呢 这个地方 这个合作项目已经办得很大了 第三期已经完工 据说 今年开始 每年中国可以从那里进口 三百万吨 这个天然气 所以我觉得又有希望了 因为这个 尽管中石油在那里占的股份 不到百分之三十 但事实上 几乎所有的钱 所有的人力物力 都中国人做的 那些呢 包括俄罗斯的钱 俄罗斯的是 俄罗斯 法国 中国 三个国家啊 俄罗斯 就是出了土地 出了资源 那么法国 是从中国借了钱 所以就中国做个大头 在那里干了这个项目 我觉得 我要去可能没有问题 他周边就有 如果去那里 我就可以去到这个 就可以看到 那些词 于是过了几个月 我接到电话 说你赶紧来 我们帮你搞到了 一个记者团的名额 就是说 有一批记者 要去采访 我说什么时间 他告诉我时间 我一算 只有二十五天了 我说这也太紧张了 等你跟你办吧 因为这个好不容易搞到名额 然后我赶紧就办 要去办签证 这个签证呢 我是办不了的 然后就找了一家旅行社 帮我去办 结果到了一周之后 旅行社给我打电话 说对不起方先生 你那护照让我弄丢了 这时候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必须要去 然后我加急找了公安局 拖人 然后马上给你办个护照 这两天给我拿了个护照 然后又继续去签证 等我签证回来 买了机票再飞回去 等我飞到那儿 人家记者团已经飞走了两天了 剩下的事 我要跟大家多说两句 大家如果去 要知道这个事的困难程度 第一 办护照 我们能办的签证 一般来说去俄罗斯 都是一个月 就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是他要办一个边境证 这个边境证呢 办理的时间是三个月 就你拿到护照 再去办边境证 你要有三个月时间才能办到 那这个事就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我那天算 我算收到了优惠 我去 人家说我可以帮你办 马上去办 但是他已经飞走了 你要办什么 所以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在那儿只好 照了几张照片 就像这里面一样 各奔东西 我就回来了 所以一直到去年 上帝给我派来了天使 就是这个拿着相机的这个人 由于他个人的原因 他不希望更多的 让别人知道他名字什么 所以他是个剑影 大家看到就可以了 但是他是我的天使 他是一位中国人 他在俄罗斯做生意 但同时他是一位摄影家 他是拍鸟的 他自己说我是打鸟人 我不打人 我打鸟 但是他听说了我 去北极的这些故事之后 他挺感动 他说我帮你去 他为什么能帮上我呢 因为他做的是 做的生意就是 鹿角和鹿龙的生意 他做鹿龙 做药品 所以他要买鹿角鹿龙 他去过杨茫尔 那么为了我这件事 他又专门又去了两次 和那边搞了很好的关系 然后给我发了一个 大家注意细节 给我发了一个商务签证 这一年的 有了这一年的 我才能有后面的一切 如果没有一年的签证 大家都不要想了 说你们想去亚马尔 拿旅行签证 大家就可以放弃了 所以 我终于成功了 我总算 踏上了这片土地 那么后面的故事 我就有很多很多很多 我只讲 这么两个故事 我到了那之后 很快的 我离开哈尔滨 从哈尔滨飞到 叫做哈布洛斯克 飞到那里 我刚下飞机 腰间盘拖出 然后我就挺着 到了俄罗斯 到了莫斯科 又从哈尔滨飞到亚马尔 然后我就在床上躺着 躺到几天之后 人家约的那个人说 你躺着也来了 不来我们要走了 所以我们就去了 到这个 叫营地 它就冬天的营地 去看这些尼尼斯人 我去的时候 腰非常痛 我做了一 我们租了一辆 这个车 这个车把我们拉到公路边上 扔下我们就走了 我和我这个朋友 东张西望 在哪儿了 公路边上 望过去 茫茫雪原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那朋友告诉我 说别紧 他们一会儿来接咱们 果然过了十几分钟 那边一个雪地摩托就来了 后面拉了一个爬里 把我们装到爬里上面 又拉走 这个爬里 大家听起来挺不错 说我以后也做爬里 千万不要做 特别在胎原上 特别是你要有点病 像我这种 要隐瞒脱猪的时候 那个胎原不是平的 胎原上面有很多 这个生物 生物长出来就像 我们说塔头蹲一样 就一个一个骨包 有雪 雪下面就是骨包 那个包 雪也是包 开起来 人家不管 人家骑在雪地摩托上 非常舒服 你在那个爬里上 你不要想象了 就是每隔两三秒 抛起来 跌下来 抛起来 跌下来 我走到那儿 大约十五分钟 你就想我被抛了多少次 抛到那儿 我觉得好像 好像 好 这个故事讲到这儿没完 我这忽电一下 到了那儿之后呢 两个帐篷 因为所有的人呢 人家都走了 这个人呢 在留着等着我们 为什么呢 他也希望挣点钱 就拉我们这个人呢 这个是38岁的一个牧人 自己家只有300头鹿 所以他比较小的牧群 养不了自己 所以如果有这种事 他就愿意接待 那么我们到那儿 看两个帐篷 远处呢 就看到这个小孩了 穿个袍 一个帐篷 你说你能不能 能不照相吗 在座的各位 你马上就会拿起相机了 这所有人的反应 就是我这个偏瘫的人 我也得掏出来 可是这时候就听到一声 我什么也听不懂 我说了半天 他妈妈跑出来了 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 你千万不能找啊 这家人家不是 这两个帐篷 那个才是我们去的人家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的人 你不能拍 我说为什么不能拍啊 他说我告诉你吧 在念念词 人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传说 招一次相 减一次兽 招一次相 减三秒钟的兽 还有说 招一次相 减二十六秒的兽 如果总而言之 反正减兽 所以你按一下 人家就短受一下 所以怎么能让你照相呢 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 进到帐篷里的时候呢 我在后面 他们先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不让照相 都躲你 这个屋子里面呢 有十个人 就一个帐篷里面 已经躺了十个人 就是他的家族 再加上他亲家 不是叫连京 我不知道南方叫什么 北方叫连桥 连京 就是他的两个姊妹之间的 这个母亲 正好他的 他的姐姐和姐夫 还有呢 他这个外甥女什么 一帮人来串门 在这个帐篷里 加上他家的人 这屋子里 大约那么十一二个人 都躺着 我们进去之后呢 他们这个就开始躲 都不理我们 尽管我们都说好了 要拍照 而且我们这个朋友 已经付了钱的 付钱就可以拍照了 但是他们还是 最好别拍我 所以都撞过去 也不值事 整个屋子里没有动静 所以来个客人 你问个好 没有 那么什么改变了他们呢 就是我改变了他们 我怎么改变的呢 大家看这个帐篷啊 这个帐篷是 门呢 是用皮 是迅路的皮 两层迅路皮 非常沉 我刚才说过 他这个衣服是两层皮 我都穿不动 这两层皮放在门外边 加上血啊冰啊 所以这个非常沉 但是咱们好正常情况下 掀起门脸 你看人家这个 这个女人一掀门脸就出来了 这个男人也是 从二位掀门脸 哈腰就进去了 跟轮到五啊 就掀不动 我怎么办呢 我先蹲下 用肩拱起来 然后还是不行 干脆我就趴下 我爬进去 爬进去 爬挺舒服 我就被起来 这时候大家像看怪物一样看 这个人怎么回事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他解释 说这家伙子病了 从到北京 到了这个俄罗斯就这样 今天已经第四天了 还没好 这句话说之后 情况发生了 就根本的变化 所有的人都坐了起来 然后呢 这个女主人 就给我拿了两块 这个大泡沫塑料 让我起来 裸起来之后 能比咱们的凳子高一点 我就可以这样坐在那 他们呢都坐在地下 只有我一个人 坐在上面 这时候你会感到一种温暖 我一笑 他们都笑 从此这个帐篷里 这个空气算 紧张空气算过去了 然后大家可能可怜我吧 说你这照吧 同时我这相衣就拿出来了 然后才弄我后面的照片 我们就出去 看看这迅路群 大家看到 下面有个小点在跑 这个他们干嘛去呢 去抓鹿 要杀了给我们吃 这是他们捕鹿的过程 看底下这个中间这个人呢 就是在用绳子在准备套 准备套路 然后呢 这个鹿群 不听话的时候 就有一个东西在调整他们 你看到了吗 那是个小狗 右上角啊 那是一个小狗来负责整队 这个队形由他来整理 这是我用那个小无人机 在上面照的 后来呢就开始杀了 我这个过程就不给大家看了 总之路杀了之后放在这里 这个他们都很开心 本来给我们吃的嘛 但是有一个习惯 就是猎人 牧人要先吃第一口肉 所以这个人呢 这个人啊 叫叫叫Koska 他呢先吃了第一口肉 然后圣人呢就开始用这缸子啊 咬了一缸子 就露血 就我滴过来了 怕我不吃 我也不敢喝 然后你看他干嘛呢 告诉我你喝了腰就好了 后来我就喝了啊 然后呢我就拍了这张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呢 获了咱们这次比赛的奖 腰好了吗 腰好了吗 就是喝完以后 几个小时以后就喝了 那都没有 后来又一两天嘛 大家看到这个场面呢 可能会有很多想法 比如说 这是文明吗 这究竟是文明还是野蛮 我们怎么理解这些人 我们看看北极原住民是怎么 怎么看待这些事情 他们认为啊 天造万物 相以共生 天 我们说My God 造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 是互相遗存 而不叫自相残杀 我刚才讲过 人和鹿的关系 衣食住行 由鹿来提供 人呢 要保护他们 不受其他野生动物的伤害 是一种互相遗存的关系 由此 北极原住民 几乎是共同的 北极有很多原住民啊 念的四人只是其中一只 大家刚才听到了 艾斯基默人 就我们知道 现在叫伊纽特人 还有 还有很多 比如说 三米人 他们几乎用同一个词 来形容他们猎物 或者是放牧的 杀掉的这个 这个 熏路 这个词用什么 翻译成中文 叫取 是从 荒原中 取回这些东西来 上帝给我的 上天给我们的 我把它 今天我取回来 来吃掉它 这是上帝让我 延续我的生命 那么既然如此 是这样一种关系 我们和他们的关系 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就是要 要给人家 以基本的尊重 所以我们才要有 敬畏之心 这个敬畏之心呢 我们理解 看看和他们 是不是一样 比如说这个 这个后面我会讲 我会涉及到它 但现在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他们在 追杀 摄乡牛 这个是英纽特人 摄乡牛 大家一听 觉得好像是珍稀动物 那么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摄乡牛在 就在我们加拿大的北边 有多少呢 有八万头 大家听见 八万头并不觉得很多 但是我再告诉你个数字 加拿大北边有三个 特区 叫领地 都无所谓 就有三个地方 大家知道 玉空 西北 然后是努纳伍特 这三个地方 一共有多少人呢 OK 这个说对了 八万人 八万人还包括 非原住民 八万人 那有八万头摄乡牛 还少吗 所以 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批准英纽特人 为自己 可以猎杀 没有限额 只要你吃的 你可以随便猎杀 同时 还有 四百头 每年有四百头 就这一个村子 有四百头 可以 商业用途 就是你杀之后 可以卖给 这面的人吃 这边什么人能吃到呢 在座的可能 几乎没有吃到过的 你要去 他自己说 他们的村 那个村里的 那个管委会 那个头跟我讲 你们吃不到 是他说 叫六星级宾馆 我不知道加拿大 有没有六星级宾馆 总而言之 就是说 要在很高档的宾馆里 才能吃到 摄像牛的肉 那么那天呢 这个猎人呢 领着我去 他们要吃 我跟着去 去 猎摄像牛 他们怎么杀呢 碰到这批 先找啊 找了很久找到了 找到之后 这一群 这群大概是七八头 十来头 然后呢 这个雪地摩托 就跟着跑 他们就在前面跑 他们在后面追 追过去之后 追过去 再回合再追 来回跑 让他们疲于奔命 最后 又一直跑不动 就站在那里不动了 其他跑远的路 跑到距离大约 又能有五百米之后 很多都停下来 回头看着这个摄像牛 他们还同病相怜嘛 大家还在关注他 但这只牛 无论如何跑不动 这个时候猎人拿出枪来 开枪 一枪毙命 当时我的心情很不舒服 这个觉得这个 他已经不行了 你杀他干嘛 后来呢 我们又眼看着他 这个整个杀戮的过程 回去之后呢 他很快就把这肉肉 做成肉馅 然后做成肉饼 做了汉堡包 就给我吃 我和我太太两个人 我太太坚决不吃 后来我说他有病不能吃 我来吃吧 确实真的香 真的就是六星期冰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太舒服 筋不舒服不是比较原因 就是觉得 他这么可怜的 你杀他干嘛 后来他告诉我 就是说 我的英文名叫Seven 他说 大家记住啊 这是我Seven No.7 好记 他说Seven 你不懂 我们这里啊 一定要杀那种 自己也要面临死亡的路 牛 就他自己活不下去了 他这样子不用我杀的 狼也会吃掉他 他跑不动 因为我们中国词说 叫老弱病残 所以这样的牛 Seven 我不杀 也有人杀他 所以我们 我们一定要选择杀他 我们不杀健康 按理说他我随时可以开枪 这个活生中 我随时可以开枪 我没有开枪 目的就是要 给他们留下最好的品种 让他们去繁殖 这是他们的伦理 这是他们对上天的一种敬畏之心 大家再看这 这个可能有很多朋友见过 这是 三文鱼灰流 都在水面上飘着 这个底下就是石头 我算计一下 如果说 用一个随便一个什么网 我就一划了 就几十斤鱼 但是当地原住民 没有一个人 去捕这个鱼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繁殖下一代 原住民 有这样的伦理 就让他们 更好的 繁殖下一代 那么在甩完子之后的 这个鱼 就骨瘦如财 自己死掉了 没人再吃了 所以三文鱼回流地区 没有人吃三文鱼 大家再看这个 这个后面我也会说到 这是 也是俄罗斯人 他叫楚歌齐 俄罗斯的楚歌齐人 他们在白岭海峡 这个地区呢 每年有180头 这个灰晶 可以这个杀 也是条件是要自己吃 就他们自己吃 那么条件是 第一自己吃 第二要用小船 要用长矛 不可以用这个炮 现在这个大家知道 日本挪威 他们的补金船 是用炮来打 这里要人 就是用传统模式 来列经 是法律允许的 有180头 尽管如此 他们在列经之后 还是要祈祷 像基督徒在祷告 Sensegiving一样 也是感谢上帝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头经 让我们能够有吃的 能够有体力在做活 剩下就是 大家出乎大家预料的 就是杀来的 这个这个补来的经呢 是要共享的 什么叫共享呢 这个经靠岸之后 补经的人消失了 都跑到一边去喝茶 抽烟 然后呢 村里来了一帮人 扛着罐子 扛着筐 到这来分经 经肉 这是另一个 这个是非常大 这个是在阿拉斯加的 这个经超级大 所以就不能让大家随便分 由这个列经队 给它切出肉来 然后大家一样拿回一块 这是阿拉斯加的 大家看过这个 有印象 这是叫 有人说叫止路石 本来是指给大家 哪有 原来是告诉你 往这个方向走 前面有鱼 往那个方向走 前面有鹿 往这个方向走 有北极熊 这个止路石 后来呢 这个止路石慢慢又发展 就变成人们街头的一个地点 于是在止路石底下 不同形状的止路石下面 你会找到食物 就说你刚才 比如刚才打这个驯鹿 或者打了这个摄像牛 我吃过之后 剩下的我要放在这里 谁来谁吃 那么剩多了怎么办呢 他们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个 一个挖的 就是人工挖的这样一个洞 就冰窖 就是我们东北有这种地窖 或者窖窖窖窖窖 这个这个坑道 挖进去 里面就自然就是有冰 就是它可以把这个肉存到这里 存到这里干嘛呢 就是谁都可以来吃 那么我在 这个东西在加拿大呢 就叫社区冷酷 这个社区人人都有自个儿来吃 我曾经在一个叫 Candy 叫Sewark 这个地方呢 我太太去 在这儿 他们那个人领着我们来参观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鱼肉 我当时不知道它干嘛用呢 然后他说 你也可以拿一块 我说不好意思吧 他说你是客人 你当然好意思 笑吗 我帮你拿 然后他挑了一块肉给了我们 那天晚上 我们就自己炖的这个鲁肉汁 非常非常香 就是在原住民心中 共享是他们的责任 没有私吞 这种概念 那么除了他们这些美德之外 他们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们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 我为什么在这里讲呢 就是说当我们人人都认为 我们是文明人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的文明是很有限的 很多事情我们解释不了 这只有上帝能知道 我们不会知道 大家看到这个呢 这叫做头经 在我们加拿大的东北方向 就是在努纳伍特的东北沿海 有这种经 后来呢 发现他们越来越少 于是在1996年的时候呢 就停止补经了 到2000年的时候 这个加拿大 这个努纳伍特政府呢 就组织了一次调查 通过卫星 通过船 还有很多方式了 摸了一个底儿 说现在只有345头经了 也就是说 从1986年到现在 14年没有列经之后 只剩下345头经 大家注意啊 14年没有列经 还剩下345头经 那就不知道当年 有多少头经 这个时候 有另外一批人 找了这个 因纳特的这个元老 或者长老们来调查 说你们认为 这个数字准不准 回答 一律回答说 不准 现在水里的经 要超过1986年 很多倍 因纳特人没有数字概念啊 大家注意 但是总之 他说有很多很多很多 有more and more 那么究竟是多少呢 大家看到八年之后 用了新的方式 再调查 发现有1.4万头 从345到1.4万头 这个差距 八年怎么可能繁殖出来 经一年最多生一头 比人生孩子还慢 就是他们都在那繁殖 能不能繁殖出1.4万头 这只是一个数据 这是努纳伍特政府的数据 那么联邦渔业部 调查是4.3万头 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 因纳特人的估计是准确的 他尽管没有数字概念 但他们认为 要多的多的多 而我们的科学反而不行 于是有人问 他们没有下海 因不去不经 他们怎么知道 遥远的海里边 那么就是你在海面 你怎么知道海底下 有多少经 所以有人说 他们和经之间有一种感应 这种感应不是我们能懂的 这不是我们在胡说 是我们胡说想象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们和经之间有一种沟通 还有另外一种沟通模式 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这种事不是第一起 那么还有一起 就是关于驯鹿的调查 在北美的驯鹿不是人放的 北美是野生的 那么 在努纳伍特的南部 那里呢 什么概念啊 努纳伍特刚才说了 整个北美 北极地区啊 只有八万人 努纳伍特只有三万多人 不到四万人 他的面积 相当于东北 比东北还要大 比中国东北还要大 只有八万人 他住在哪呢 全住在海边上 内地没有人 也没有路 没有道路的路啊 但是有这个路啊 有凯尔波 就是驯鹿 大家注意啊 这个在北美的驯鹿 叫凯尔波 就是野生的 欧洲的驯鹿 叫准点 是 就是放养的 这是 他俩是一个物种 但是由于他们 这个后来生存方式不同 变成两个名字 那么这个 凯尔波呢 在 有很多群了 其中有一群 生存地呢 有一天呢 这个加拿大政府发现 这有一群路不见了 就是说原来 有很多路啊 现在只剩十万头 就是其中他有一群不见了 然后又问这个印尼特人 印尼特人说 他们都在 一头也没少 但是他们上别的地方去了 大家注意啊 这个路的生存的地方 和他们所在的地方 距离一千公里 这一千公里没有路 没有道路啊 他们也不可能飞过去 但他们知道他们还在 不仅还在 还在另外一个地方 于是过了两年 这群路又出现了 这就是 关于路的传说 这两件事都不是我说的 是加拿大政府认同的 说不可思议 那么还有不可思议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经 这是一头坐头经 你看它多大 是个巨无霸 怎么列到它呢 前头大家看了 就是个小船 这么小船 去列那么大的东西 你们敢想吗 我请各位想一想啊 第一 你开了一个小船 到了茫茫大海之中 你怎么知道经在哪里 这是第一个难题 第二个难题 当你遇到经的时候 大家看到那个动作啊 是这样抛锚 你能不能扎上它 这需要能力啊 一会儿再讲难住 第三点 当你扎上之后 这个经 拉着绳索 拉着船上的人 那么大个经 是你死我活吗 那么分明是他活你死吗 所以真的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 大家看到 他们停止列经呢 最长的是四十年 后来呢 在2006年 2008年之后 到2010年 陆续陆续开放 农娜伍特2008年 才发现可以 那么到 下面还有个 努纳斯亚伍特 这个地方 到2010年 才可以开放 也就是说 不管长的短的 都有三四十年的历史 没有补经 那么剩下的人 能补经的人 什么人呢 就这帮年轻人了 当年补经的人 都变成老头了 不能下海 年轻人没补过经 不仅没补过经 而且我说 他们是八旗子弟 为什么呢 他们在平时 你看他们扔的 这个就是 也是列经的一种谋 他们平时要玩 练习啊 这里站了八九个人 他们正参 我参加过他们一次 那个节日 大家玩了 做游戏嘛 从这儿呢 扔到那个门来 就这么近的具体啊 扔这个东西 没一个扔到的 不是扎上 那还有一个东西 要扎上啊 都扎不上 就扔不过去 就这么一帮人 哎 开放之后 大家都怀疑 说 什么都可以遗传 这些技能 还能遗传吗 比如说判断 经在哪里 比如扎上之后 怎么办 这些东西 你能遗传吗 他真就遗传了 开放之后 这些年轻人 就出去了 出去第二天 就回来了 不可思议吧 我们可以想 盛生主义想想 你儿子 我就不能想 我孙子将来会不会 什么也不学 马上就能遥控 这不太可能 现在小孩 是都是电脑保守 但他都出现 学薰大的 他不会生来 他连熏都没熏过 怎么会呢 所以 这个谜 也是没有解开 就是他们身上 有很多谜 再讲他的另一面 我们是看看 他是不是文明 他们 漫长的极业 大家知道 极业是什么呢 就是 有半年时间 天都是黑的 很折磨人 有半年时间 天都是亮的 更折磨人 我不知道你们经历经历过 这个 这个 极昼 极业可以想象 极昼 没法想象 你24小时 天都是亮的 你试试看 我是 我是差点疯了 就是 真的受不了 前几天 我发了一个稿子 有一个地方 就宣布我取消 24小时 我也不需要时间 要时间干嘛 24小时都一样了 我干嘛 所以那就是开玩笑 更不可能的事 必须要睡觉 你要学会在 太阳当头的时候 学会睡觉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所以北极人呢 真的生活在很特殊的 这么一个环境中 他们的承受的能力 要比我们强的多的多的多 那好 我不讲极昼了 讲极业 漫漫黑夜 他们在雪屋里面 干什么呢 在传授他们的文明 讲故事 口述历史 这就是他们的 现在我们知道一切 都是口述出来 第二件事 就是雕刻 它做不了别的 剪块破石道 然后雕 剪个木头 雕 剪个牙 鹿角 这个海象的牙 这个驯鹿的骨头 都可以雕 他们的艺术 非常非常的绝 你看美不美 超出我们的想象 而重要的是 他的艺术一个特点 人寿合一 这个是一个海豹 海豹长个人脸 这个是海象 中间夹个人头 这是一群狗 狗也要和人在一起 就狗和人 是几乎是 也是相依为命 那么包括捕猎 他都得把人和鹿圈到一起 就人和兽的关系 在他们那里 真的是一神一友 相依为命 这就是他们的文明 那么这种思想 再扩大开来 那么人寿 人和动物 人和植物 世间万物 融为一体 这是谁的旨意 这是谁的旨意呢 是上帝的旨意 是My God 是天 我们要敬畏上天 于是 他会把太阳和月亮 合在一起 表现他对极业 和极昼的感受 是如何如何分裂 大家不要把他 仅仅看成是一种艺术品 它是一种心象 是他们北极人类 对世界 就是他的世界观 他的人生观 是通过这艺术品来表现 总之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创造了生态平衡 对吧 他们是不是在创造生态平衡 他们是不是创造了 社会的和谐 那么我们这么一帮现代人 在这天天 天天在这琢磨 怎么和谐社会 怎么生态平衡 人家那都做成了 然后我们去破坏人 就不让他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提到的问题 说是不是文明 我们的学究们说不是文明 文明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 要有城邦 没有城邦的不叫文明 游牧民族没有城邦 第二个要有文字 你有文字吗 没有 所以 你不是文明 于是 主流社会突然觉得 这是一群可怜的人啊 他们太可怜了 他们没有文明 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要解救他们了 真的 后面我说的事 真的没有人想害他们 是觉得他们太可怜了 于是 要输出革命了 要输出他的文明了 第一件事 强制定居 就是说 你看你们多可怜 你们连房子都没有 就在这个台园上走来走去 我给你盖好房子 你们搬进来 世界北极有八个国家 除了冰岛之外 冰岛没有原住民 其他七个国家 都是不同程度的 不同时间的 从十八世纪开始 实行了定居 强制定居 你们都得搬到这来住 方式不同 有的是以宗教的方式 有的是政府暴力的方式 有的是 比如说 屯肯宿边的方式 比如加拿大人 就曾经经历过 到北边去 后来 我后面又讲道歉的问题 那就是所谓 是要 为冷战做准备 不管什么原因 总之 让大家住到了 村子里面 盖好了房子 本来人家在雪屋里住的 挺好 我不能让你住 太可怜了 所以你必须搬出来 就搬到了这个房子里面 房子呢 也不错 和我们现在的house是一样的 这个 有townhouse 有house 但是没有 那个大building 都是这样的小house 那么里面呢 我们这边有的 它都有 除了没有浴缸之外 都是淋浴 几乎我们有的 它都都有 水 有水 水是他们自己 自己 一会儿 如果你感谢你 今天我没讲 既然有人提到 说他们水怎么来的 两种 一种是 他们为什么住在海边呢 海边不算 还要住在入海口 有河口 所以他要 从河里采水喝 还有一批人 要采冰 这个 格林兰 我今天 因为这个 这就不能给大家看了 因为我今天没带 那个资料 格林兰 他们采冰 什么冰呢 大家说海冰 是不行的 海冰是有盐的 它的冰是什么 是冰川的冰 冰川是什么 冰川是雪 积压之后 形成的冰 是绿色的 蓝绿色的 这种冰 挤压之后 再留下来 他们从海边 把它捞回来 吃这个冰 这是淡水 两个源头 有自来水 但是没有 有上水 不下水 这个下水 就排到了地面上 这个夏天 就非常非常脏 有下水 那里头功能的村子比较少 多数没有 但是它毕竟是不错呀 里面有烤箱 因为我们家里面的电器都有 因为它那个电 用电不花钱的 他们那里自己发电 柴油发电 然后这个电呢 国家补贴给他们 不花钱 所以他们都觉得不错呀 真的不错 一会后面要讲 如果不是强迁的话 真的就叫不错 但由于强迁 问题就来了 强迁之后呢 事还没完 因为刚才说过了 你只有 说两大元素 第一 没有称帮 你现在我给你称帮了 第二 你没有文字 好 我们要让你学文化 这都是善意的 办技术学校 住到技术学校里面的问题来了 有人说 首先的童话 它得会英语 法语地区得会法语 你这个北欧的人 得会挪威语 得会芬兰语 你总的要讲 国家的官方语言 没错 但是过由不及 它就过了 过到什么程度呢 不许讲母语 这就是技术学校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出现了几乎所有的国家 那么孩子们在学校里读完之后 然后又进到城里面 进到乡村里面 去从事这个现代人 给他提供的职业 什么叫职业呢 比如说北极 今天有朋友问 他们干什么活 我说一半人闲着 一半人为闲着服务 这就干这两种活 什么呢 你想想一个农村 一个村子里面 它没有 我们叫第一产业 什么是第一产业 农业 为什么没有农业 因为它寸草不生 好 也没有第二产业 没有工业 那么只有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是什么呢 就是干活的给躺的人服务 就给不干活的人服务 就这么点事 所以村子里 不干活的什么人呢 拿救济金的人 然后呢 那会儿干活的人呢 拿工资 工资哪来呢 也是国家补贴的 所以这个变成这么一种状态 这个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 它在这些岗位 讲的全是英语 发展到现在 这个寄宿学校啊 就变成一个语言学校 这两件事呢 挺像我们一个顺口溜了 就国内经常有这样的顺口溜 就是你爬出血屋 住洋房 背起书包 进学堂 翻身浓奴得解放 是不是这意思 其实不是 事情远远没有 我们想的那么好 定居之后 这是我去的Burrow 在美国最北边的村子 5000人到6000人 这个村子 每天有两架 波音7377落 那七大飞机不算了 就大飞机7落 然后就别的说别的了 它其他的相 衍生出来的这些一系列 噪音 噪音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猎物没有了 都下跑了 本来他们是以猎为生 所谓英文民族 这个词翻译其实不是很准的 是应该叫游牧游猎 鱼猎民族 它们是一个词 总之它们不会再打着猎物 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加上这个学弟摩托 加加就一定要两台学弟摩托 这个噪音把动物炉吓跑了 于是呢 我跟着他们猎人去打过猎 那天我们走了三个半小时 走出去将近一百公里 碰着两只海豹 这个猎人呢 要怎么打海豹呢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 他要装成海豹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 就是海豹是怕人的 所以呢 人呢 要在走到距离他 大约能有五百米的地方开始 就趴在地上 穿着白衣服啊 和海豹一样 这样趴 原来呢 是披着海豹皮 趴 趴到跟前 在 原来是用毛扎 现在呢 就可以用猎枪打 我跟这个猎人 发现两个海豹之后 他说在那 我怎么也看不见 后来我就盲牌 超出方向 我用最 我当时 我的相机 是很短 三百个头 我就摁了一下 回去之后 看见了 确实有 但我用肉眼看不见 他就能看见 他们眼睛和我们 确实不一样 他开始走 然后我跟着后面 他说你不能走 坚决不能 你留在这 你和这狗在一起 他狗队 我和狗队在一起 然后他自己走了 很久很久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后 我发现他爬下来 开始爬 我也看不清啊 我就开始 反正隔一分钟 我按一下 隔一分钟 我按一下 爬到很近的时候 我看他突然站起来了 我就开始连拍 站在干嘛呢 是他刚一举枪 他爬到那个 已经可以举枪的 这个时候 那个海豹发现了 突出两只 钻到洞里跑了 什么叫海豹 什么叫洞呢 就是海豹啊 它经常出来换气 冬天的时候 要从冰底下出来换气 那么它冰上有些洞 这个洞怎么形成的 我不太清楚啊 它有些洞 它钻出来 然后在外面换气 晒太阳 当人去了之后 发现了 它迅速地跑掉 我多讲理句啊 这个北极熊啊 吃海豹 它怎么吃呢 它就守在那个洞旁边 就等着 这海豹一出来 它一拍就拍死 所以当没有海兵的时候 北极熊死路一条 北极熊就是这样吃海豹 那么这个猎人 跑掉了两只 它走回来 又用了半个多小时走回来 一言不发 因为去的时候 它向我吹牛了 我一定能打 我是猎人 I'm a professional hunter 过去我们听到职业猎人呢 就去仰视它 后来我们才知道 这个职业猎人 是在一个村里 最无能的人了 现在 有点本事的东西 在那个第三产业 去赚钱去了 它就是最可怜的人 就是他们这帮人 好了 它没有打着猎物 回来一言不发 看看猎狗 猎狗干嘛呢 爬在那一动不动 非常绝望地爬在那 为什么 那猎狗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就等着你打海豹我吃呢 后来他说 我们接着找 又找 又走了 若干时间 哎 停下来 在那 我就有点觉得 不太可能了 我看见 这回我看见 结果他还没等 没等出发呢 人家那个又下去 那一天 我们折他们一天 空手而归 一群恶狗 拉着我们又回去 这就是现在的 伊米特猎人的真相 就这个状态 搬到了村子里 住上了暖房子 但是失去了猎物 他们的村长跟我说 说猎物越来越少 猎人也越来越少 这个村子有六百个人 有一群二百头狗 这些狗都是为了打猎用的 但是什么也打不住 这是我说的 这个就是在世界上最北边的 格林兰的一个村子 叫Kanak 你们今后有机会可以去 那里是最极端的表现 这种形式 那么京呢 也补不着 大家看这个镜头 这人很激动 为什么很激动呢 他那天去报冰 就刚才我说了 他用冰来熬水喝 就是政府呢 扶得出一个车 到海边把这个冰川的冰挖来 然后送到美家门口 美家自己把它弄出来之后 化了再点上水 那天他出来报冰 很大的冰啊 他报不动 然后呢 我就帮他报了进来 他感谢我 想不出办法 是不能往我走 然后就在屋里翻墙倒柜 最后从冰柜里头 拿住这么一块 这块大家看到了啊 这个 就是带皮的 筋肉 脂肪 下面一块脂肪 上面一层皮 这个是他们的顶级食品 顶级美食 就是靠它来摄取 维生素 可是 我这么一个 所谓大恩人去了 他就给我这么一块 为什么 他没有了 太珍贵了 原来他有的事 他随便吃啊 现在没有了 那么没有了 吃什么呢 刚才有朋友问 他不吃这个 吃什么 就吃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 左边这个啊 他这一车 里面全是肉 他已经胖到什么程度 他还吃肉 他不吃肉吃什么 打不着猎物了 没有 没有精英 他只有吃这个 那这哪来的呢 这个就是政府 每年 这是格林兰的 政府每年 用船运过来 运费不算 这买肉 我一打听 和北京价格一样 所以他几乎就没有运费 然后冷冻起来 一年一船肉 一个大货运船 几个货柜 然后冻起来 吃一年 猪肉也有 猪肉牛肉都有 但是以牛肉为主 还有冻鱼 包括我们现在吃 我们现在超市里 那东西他都有 但是就特别贵啊 这个也有水果 水果简直就是天价 那么这个位呢 右边这个抱的是糖 也是个大胖子 就是这么一种吃法 不让人家吃 原来的传统食物之后 他们就这样 于是就变成了国家病房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加拿大政府说的 人们都这样 胖人比例非常高 他们的寿命在减少 与此同时呢 刚才说到了 他的语言问题 我用左边的这个 两个人合影的照片 前面这个人 是后面那个照片的 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后面的那个人呢 是一个著名的作家 他是加拿大第一个 用英纽特语言写书 写小说的人 注意啊 他是用英纽特语言 不是用英纽特文字 他说完之后 有人把它变成一种文字 写出来 他当时是用拼音 用英语来拼出来的这个读音 这个人的小说 写出来是写的名了 就叫旁边那个啊 Sanak 这Sanak说的什么呢 就是记录了这个人 在传教士来之后 帮他们认字啊 什么这些故事 这个故事呢 写了英纽特人的 转变中的历史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一个原住民写的小说 在1955年完成 到1984年才出版 人人都说它是好要说 但没人给他出版 为什么不出版 因为没人看得懂 没人懂这文字 就那么几个人懂 刚才那个 这个他的儿子呢 现在变成他的传承人了 对于他妈妈这种状况 这个宿作出不来 他很愤怒 他最愤怒的不是这儿 是他作为加拿大最著名的 英纽特文化传人 他是他儿子 他要保护他的文化 但是他的儿子 不理他 回家不讲英语 不讲英纽特语 他的孙子不会讲英纽特语 回家里打开电视 全是英语的 他非常痛苦 他那天领着我们去当导游 敲我的门的时候跟我说 说你能不能让我给你当导游 我说对不起 我到哪都没导游 我没这笔预算 我多说两句 就是我呢是属于穷有 到任何地方都不请导游 我因为太贵了 这个人说我这不贵啊 你可以淘得几钱 我说多少钱呢 五十块钱 我说这可以 我租车也要五十块钱 他说我领你转 然后呢 我给你讲所有的故事 我开车什么游钱 都不管了五十块钱 我说可以 走了这一趟 他就跟我讲他这个故事 然后呢 我表达了我对他的这种同情 当天晚上他回去 第二天早上又来了 帮帮帮又敲门 说今天我还领你去 我对不起 我就五十块钱 多了没有了 五十我也不要了 你就不要钱了 我就陪你走 为什么 因为你听我在讲 没人听他讲 他这个民族的文化消失了 他在呼喊 没有人在倾听 他们其中有一个生存方式 是在这个冰下面挖这个嘎啦 我们叫中国有个 在中国大陆有个很好名 很好听的名 叫清口 那种东西 吃那个东西 他就生着吃了 拿着吃 领着我去搬 然后自己他领着我 他说原来呀 我是领着我儿子来 现在呢 我领我孙子来 来一次 孙子再也不来了 谁也不愿意 跟我挖这东西 人家愿意吃那个汉堡 没有吃这个 这个民族的文化 没有了语言怎么传承 没有了文字怎么传承 没有了他的习惯怎么传承 那么我又遇到了这么一个年轻人 我原来一个就是老年人嘛 我们这种老年人愿意怀旧 都是这个酒精老太 但是我遇到这个年轻人 在机场 坐在墙角上 脚了啊 这不是我摆的 那旁边有一个照 有一个他们传统的 伊纽特尔人的照片 他在墙角上围着不动 然后我看他嘴 他不知道说什么 后来我 因为等飞机时间 那天比较久 因为飞机晚点了 我就过去跟他套近乎 我说你怎么样啊 他很烦 但过了一会儿 他好也好一点 他说大概意思吧 我能我的英语比较烂 但我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就说 我是英语特人 在家里头 我的奶奶说我不说 英语特语 说我是叛逆 是另类 到社会上 我找了工作 人家想我英语太烂 我现在失业了 然后就是呼外埋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那么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还有多少 英语特人的自杀率 加拿大第一 自杀的原因很多 其中包括他们失去了自我 这个因为今天时间万一 我就不能讲他们这个数据了 但是这个库吉巴克 我去过这个地方 他们在三个月内 有五个人自杀 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呢 一共三千人 我就不说了 这个数字很可怕 现在这个人 大家看到的是萨米人 是在欧洲的 从18世纪到 我们上个世纪中叶 北极各国都在实行着 这种同化政策 给北极传统文明 以致命的创伤 没法挽回 所以我们知道的 Harper曾经做过道歉 很诚恳地道歉 并且提供了这么多签 19亿的赔偿金 这个包括强签的 包括技术学校 为什么 就因为这是不可挽回的 这种创伤 那么赔了就赔了吧 事情没完 因为在这里面 赔偿的同时 政府的文件 一份文件就说 我们的赔偿的前提是 注意到 当初的动机是高尚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出于高尚的动机 做了这么一种 恶劣的后果 有人说 是始于同情 毁于同化 当时是同情他们 那么毁于 同情之后 你不该去同化了 同化了就错了 这不错 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 但还远远不够 我认为 是始于偏见 毁于傲慢 大家不要鼓掌 其实我们都有偏见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 由于我们不是主流社会 我们想傲慢 我们不起来 他们就可以傲慢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种傲慢 他这种傲慢 其实是一种歧视 是一种种族歧视 我给大家介绍 我经历过的三次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刚才跟大家说了 这是在干嘛 这张照片呢 我一般不参加摄影比赛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摄影家 我应该是一个 以相机为工具的 一个观察家 我重要的是在观察 北极原住民的生存状态 所以我很少参加比赛 特殊情况什么情况 就是人家邀请我 说跟我约稿的时候 比如这次啊 就是大西洋摄影协会 要跟我约稿 我都熟悉 我就参与了 否则我很少参与 那么这次呢 北极理事会办这个 一次 叫生物多样化 这个摄影 国际摄影大赛 那么北极理事会 有人对我发了这个函 专门说 因为是你去了很多次 请你给提供照片 我说好吧 我提供了 当时他是可以提供八张照片 我提供了几张 其中包括这张 过了一个月 收到个email 把这张照片给我退回来 不再退回来 挂上这张照片 然后说 请王先生 你给解释一下 这个画面是干嘛的 我们不知道这是干什么 我就解释了 就是给大家讲的过程 而且我特意讲 他们手电是有配合的 他们原住民是不用配合的 他们商业是这个补杀要有配合 后来 这个 我有一共有 去了八府 大概有一共四府获奖 一府获了大奖 就这府 这府获了大奖 这就是可能 咱们中国人第一次在北极获得 这个 就是最高奖 还有三府获奖 但是唯独没有这一府 唯独没有这一府 就是说 我无论我怎么解释 人家也不听 但是他又很尊重我 就是他的傲慢在这表现的另一种方式 就是不用 他之所以发给我 说明他看这片子好看 起码是从照片本身值得 值得他问一下吧 他觉得是个不错的照片 那么他不用 问完了之后没用 就说明在价值观上出了问题 对吧 这是我第一个经历 从此我就不再参加西人比赛 后来又参加过 就是那幅照片 再或者别的我也不用 直到有人再找我 我才可能去 第二次 我第二个经历就是 两年前我们在广州呢 加拿大驻广州领事馆 庆祝加拿大这个国庆 然后呢 要办个展览 就专门给我办个展览 事先我们沟通的很好 照片呢 他都看过了 但是 然后寄给他们 他们还有个承办的 这个中国有一个和他合作伙伴 承办 就把这个照片都做好了 而且都挂上 开展的前两天 加拿大不知道为什么 加拿大脑子 这个西人脑子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突然又拉着挪威大使馆 领事馆也进来 两个人合办这个展览 这个挪威这个总领事就来 转了一圈 说这个不行 这补经那个不行 这个绿色组织会反对 不叫建议 说请你一定要把这照片拿下来 大家看到都这样 我怎么拿下来 当时有两个展览 给我两个展览 我就把这展览关闭 我说好 我当时因为怕出现这个外交纠纷 我就没有惹这个麻烦 我就把这关掉 那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是什么人 大家记不记录 是哪儿的灵管 对 哎呀 咱们记录你 我也就行了 第三回就这儿了 我们 刚才 这个与会上 已经都给大家介绍这个过程 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 但是这次翻牌 这个背后都有一种感受 不是说你强权也好 势力也好 就是人们的认知上有问题 有偏差 我在之后 我做了一些题 我当时和这个余会上也交流过 我现在把它提前这么三点意见 今天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食品师 这个叫营养师协会 营养师工会 在做这件事的 我才想到了 这件事怎么看 当然了 我们现在提上的现代营养学 好多不是存自然的 是可以有好多 就营养干预手段的 这个是另一回事 但是能不能因此 对它这种天然的东西 我们就放弃呢 显然不是 而不仅如此 它不仅仅是个天然的问题 而在于它这个天然的 天然的二字 它怎么形成 上帝造人的时候 就神造了万物 大家看到圣经里 这个创世纪当中 非常清楚的这样表述 就是各从其内 各行其道 各得其所 后面是我家的 各从其内 就是你每一种生物 每一种生命 都按照上帝 给你制造的秩序来生存 我们生活在一个星球上 我们大家要按照原有的 上帝造的 造世界的 这个秩序来生存 可是现在我们人类在改变的 那么这个秩序 其中包括我们一句中国的土话 就是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对吧 这里包括很多很多概念 其中包括 那么 咪咪词人 就是要吃鹿肉 他不吃鹿肉 他就活不了 为什么 因为只有生鹿肉 生鹿血 才能提供给他们生存 所需要的维生素 他们没有水果 没有蔬菜 胎原上村草不生 你让他们怎么活 我们看不惯他们 为什么 相反的 我觉得作为营养师学会 在评论片子 为什么我特别感谢这个 这个托马斯 托马斯先生 他认同了我这个观点 他觉得 一个营养师学会的比赛 应该尊重各种 各种其类的营养学 这也是一种营养学 当然了 我们还有现代营养学 这不是我能传递的 我要传递给大家 就是我们要尊重天然的 nature and nature nature and more and nature 这才是我们所说的nutrition 对不对 否则我们 我们干什么呀 现在我们吃不着 天天在那想 到超市还要挑 哪家是无公害的 哪家是绿色的 然后人家在吃绿色的 你又看不惯 所以我们要 要思考 这第一个问题 就天然食品和营养干预的关系 第二 我们是多元文化的国家 加拿大是多元文化利活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了多元文化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多元文化 看得更深一点 那么多元文化其中很重要 就是人权至上 你要尊重别人的生存方式 尊重别人的思维方式 尊重别人的情感方式 他们的习俗 他们的传统 包括他们的信仰 我们真的从心里尊重过吗 我们所谓尊重只是说 我不管你 你还咋咋地 这不叫尊重 所谓的尊重 要给人家以尊严 你要看 你有尊严 人家也有尊严 这个联合国这个人权宣言当中 第一条 就是讲的尊严 他讲free放在前面不假 equal是最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往往忽略了对方的尊严问题 比如说我们说 你可以吃 你吃好了 我就不选择你 你这个摄影比赛 射击血腥的 我们就不看 你这个规则 传递给人家的时候 你觉得对他们尊严 是损伤呢 还是尊重呢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 我们个性其道 在这里个性其道好了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你别管我 我也不管你 但是我要禁止你这个 这公平吗 这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吗 我这张照片 就是在那里拍到的 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报道 为什么不可以参举比赛呢 你要回避什么呢 你怕什么呢 真正的血腥是战争 你不照样在发照片吗 所以后面我要说的就是 其实是个伪君子的问题 这牛排大家都吃过 可能我们华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经常到那时候 不知道怎么叫牛排 包括洋人很多愿意吃 就是那种 他带着血的这种牛排 那么我们更多的人 还吃过生育片 那么你可以吃肾血的牛排 你可以吃生育片 为什么人家就不可以吃 带血的鲁肉呢 好 我们再看这个 什么叫伪君子 这个经大不大 比我们刚才看到那些经大不大 大多少 这个经多不多 这叫屠杀 谁在做 挪威人 就是这个挪威的人 他的总领事 到了我的展馆 告诉我 我无法容忍这张照片 是什么 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 才是最蛮横的傲慢 我再换个词 是最野蛮的傲慢 你不要说别人野蛮 你最野蛮 我们刚才看到了冰川的融化 我们知道这个气候在变暖 大家关注冰川文化 好像世界末日要到了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些 其实是说 比冰川融化更可怕的 是一种和谐文明的消融 我们难道刚才说到的文明 不和谐吗 它们和世界 和这个地球多么和谐 我们看不上 所以才有第二句话 就比这种文明消失 更可怕的 是我们现在在主流社会当中 存在的这种傲慢与偏见 这个作为我们的结尾 所以我们希望 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要道法自然 我们来到世界上是 上帝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尊重这个自然 自然什么 自然就是上帝给的 在这个天地下 我们才能去和谐共生 我们才能用美好的世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